骷髅哥非常贴心地准备了麻醉剂 挣扎的病人直接没了动静 而在牙科手术期间 有个会读心术的家伙 利用异能控制着女孩 在一个畸形马戏团里 赞比尼激昂的铺垫表演 许多人都想学会这项技艺 却只有自己能展示 随后请出美艳动人的助手 他接下来会用意念力 传达到蒙上双眼的康妮脑中 在一番准备后 赞比尼问起男人穿了什么 但这只是开场玩笑 他从男人的口袋取出一件东西 然后集中意念隔空传达 康妮肯定是一小本圣经 众人顿时惊讶不已 可这证明不了什么 赞比尼让他选择诗文 男人很快指定了一段 他盯着圣经使用出能力 康妮又一句不辣的读出 男人兴奋地战起鼓掌 节目即将接近尾声 朱如疑惑怎么这么久 连体姐妹觉得快乐 她吃着花生有些无聊 随即扔了一些可给母星星 眼见对方不搭理自己 朱如开始越叫越凶 不料这时一团火喷了过来 她急忙停下手中的动作 强妮警告别再惹她 接着过去连连安抚 独心术表演刚好结束 强妮连忙看了过去 康妮也对她有些好感 却没敢过去聊天 赞比妮不许她待在外面 这次康妮想留下来聊会 赞比妮严厉命令回去 康妮只好无奈照做 整个过程一言不发 似乎像被控制了一样 等到赞比妮睡着后 她悄悄来到大猩猩旁 强妮本想夸她 今晚很美 可惜一直没机会说 她马上要离开这里了 赞马戏团根本没有希望 自己有个兄弟在政府工作 说过那里有活干 或许也会有她的一份 康妮文言心动不已 她很想跟强妮一起走 可赞比妮有一种念力 自己根本没办法逃离 强妮却不屑一顾 认为心灵感应就是骗人的 康妮只想让她提防些 当时两人再度蜜月 赞比妮喝醉酒说了实话 她把上一个助手杀了 为了躲避警察才化的妆 强妮文言毫不害怕 对比那个疯子来说 她更想要得到康妮的爱 眼见对方要亲上去 母猩猩突然愤怒起来 两人以为她在介意 连忙进到了马戏棚 也就是这时 赞比妮被一个声音惊醒 脑内传来一个声音 不停喊着强妮的名字 她迅速发动能力传达 康妮吓得急忙赶了回去 面对赞比妮的质问 怒骂她那刺耳的呼噜声 自己没办法在房间待着 赞比妮文言说起重大的突破 她几分钟前听到了康妮的想法 在以前从未有过的 眼见康妮不愿告知 赞比妮决定好好教训一下她 第二天的时候 强妮发现眼角的淤青 明白是那个混蛋干的 康妮让其不要计较 现在自己已经不再害怕 并表示要和她一起走 强妮顿时心花怒放 约定在黎明时分离开 接着开始互诉爱因 赞比妮压抑不住愤怒 听到她要离开自己 心里已经有了计划 等到康妮回到房间时 她装作无视发生的模样 此时强妮温柔地和母猩猩道别 还给她带了灯香蕉 心里虽然满事不舍 但她必须要离开这里 不料身后突然破来一桶汽油 火苗迅速点燃全身 强妮发出痛苦的惨叫 母猩猩不停嘶吼响出去 却根本没法挣脱铁笼 只能眼睁睁看着她 最终倒在地上没了气息 赞比妮连忙逃离案发现场 康妮被外面的动静惊醒 质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她有股强烈的不安感 随后冲出去发现 强妮已经烧成炭了 整个人彻底崩溃 怒吼赞比妮杀了她 康妮一刻也不想多呆 随便收了几件衣服离开 赞比妮突然发动能力 命令她不能走出这里 可在极度的悲伤中 康妮竟然切断了传达 她不由愣住 自己再也没法控制对方 只能气得无能狂怒 相信她迟早会回来的 几天时间很快过去 康妮还是没有回来的意思 赞比妮醉得神志不清 决定发动能力控制她 一道身影缓缓出现 随即猛地砸了下来 母猩猩挣脱了束缚 听着这熟悉的声音 赞比妮恍然大悟 她从来没读取过康妮的想法 一直都是母猩猩在说话 她要为心爱的强妮复仇 接着抄起菜刀冲了过去 只剩下无尽的惨叫 到了第二天早上 众人惊得目瞪口呆 母猩猩嘴里不停嚼着什么 那是刻人头爆米话 我怕它会出现 哦,是的,它会出现 我明白了 他们不叫我 太太害怕了 不然 不然 谢谢大家